搞什么 到底在干嘛 到底有玩没玩啊 有 这里有美丽动人的 还有帅气破表的 飞碟胖小子 带你一起 飞碟有玩没玩 有玩没玩 飞碟有玩没玩 有玩没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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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在每个礼拜天 晚上六点到八点 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有玩没玩 我是胖小子 还有在我们线上的沃厚 耶耶耶 为什么沃厚 这隔空的感觉好奇怪 为什么沃厚今天会用 电话的方式呈现呢 是因为沃厚 这个礼拜开始实施分流上班 没错 所以他就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 没有啦 我们分流 我们分周分流啦 所以这一周是沃厚在家上班 下一周就是有我在家上班这样子 所以呢 今天的节目可能第一段第二段 就会请沃厚在线上 就是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他居家上班 在家上班的心得 有哪些心得 我觉得应该蛮好玩的 现在 我要闷坏啦 那等一下请沃厚跟我们分享 现在听一下这一首来自于阿布玛利亚的 Shine Shine the Night Zither Harp I'm shiny like her 这一首来自于阿布玛利亚的 很可怕 我们ained 就知道 所有人 一首来自于阿布玛利亚的 去 可见 i'm shiny 来自于阿布玛利亚 Shine Shine the night 嗨 卧好 我只能说 做节目这么久以来 现在才知道 原来通过电话听是这种感觉 是什么感觉 其实我 我上次 因为我上次跟你录音的时候 我们是 是我因为我人在日本 对 那次用Line跟你联系 对对对 可是Line Line可能也是因为网路的关系 或什么的 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断断续续的 那时候在海外 又在那边走路 可能收续没有到那么好 但现在我觉得电话是蛮稳的 而且我在环球影城 不过 对 超海 那个时候我在环球影城 我在家 对 我在家里 我想问 在家上班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你真的会像以前一样 准时起床吗 我还蛮准时起床的 比较没有Line床 因为毕竟我们做现场节目 还是有点时间压力 所以就是你可能平常七点半起来 你就会七点半起来这样子 当然没有啊 但要多把那个通停的时间睡回来 跟我一样 跟我一样 就等于是可能 很幸福的 就可能是在做现场之前 一定会起来 然后可能提前个半个小时 然后准备一些东西这样子 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些 就是即时的新闻啊 跟节目的时间要去成立一下 对 那所以 然后 我刚刚要说 我透过电话听啊 因为你刚刚在放歌 超像那个来电打零的声音 真的哦 好酷哦 会觉得我好像在打电话 然后想说等一下是谁会接吗 很长的来电打零那种感觉 很长 对啊 好奇妙哦 所以知道电房的来宾的声音 就是他听到的声音 都是这个样子 终于理解来宾的感受 哇 那 下巴就换你了 对下巴就换我了 下巴我再加上班 那所以假如说 在现场啊 就像我们在现场帮你吗 那你在家 你会做些什么事情啊 就是我起床之后一定 我觉得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家工作啊 的那个活动范围变得好小 就是我一下床之后 就只有电脑前面 跟厕所吧 哦就这样 就这个路线 大概就这样了 因为我有住在一个小小的套房 对 所以就没有去什么其他地方 就每天活动的那个范围超级小 所以你不会先去买个早餐回来 然后边配现场边吃早餐这样子吗 不会耶 我真的哦 我真的没什么出门 我只有 哦你好乖 就是去超市才买 其他时间都待在家里 你很棒 你是模范师 你是环保小煎兵 也是终于发挥了我宅宅的本性 哦 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待在家是最好的啦 对啊 安全起见 对 那你在现场的时候 你就是监听节目这样子 就跟大家一样打开YouTube 然后听 我觉得现在YouTube的是不是那个 延迟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了 大概只有差几秒吧 真的吗 其实我分不太出来 我觉得大概有10秒 5到10秒左右 对 有变好了 所以现场倒数的时间还是要交给现场的伙伴 像胖胖啊 跟我们的台长大人 这边都帮我很多 那你礼拜五有很紧张吗 我觉得我好像紧张也不能干嘛 就只能想象你应该很紧张 要先跟大家请勤提 因为礼拜五早上在做生活同乐会的时候 因为童文姐用电话连线 然后他在家里做嘛 那我们就是做节目做到一半 发现电话居然没有声音了 怎么办 趁月还在播 可是又没有嘟嘟嘟的声音 想说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就一直重达 然后现场就是一直播着趁月这样子 然后来宾已经hold在线上了 对 但是王子的声音还有 对 但我们觉得可能是 可能是耳机接触的问题啦 对 因为电话线没有断嘛 电话线没有断 对 可是 对 因为那个王子还听得到声音 所以可能觉得是耳机的问题 这样 所以就嗯 那这样应该就好解决 所以应该就还好了 对 因为他后来是改叉那个有线的耳机 对对对 所以下一周你可以提醒童文姐 都用带那个有线的耳机这样子 我们直接当现场交接工作 不会啊 其实如果有看直播的人 其实大家也都看了 也都听得出来 其实有线的耳机比较 很奇妙 对对对 有线的会比较稳一点啊 声音上面比较不会断断续续 对也比较稳一点 但是他后来 声音烧失的时候 就真的很奇妙 就是画面都有 对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为了大家 让大家可以很全面的收看收听 所以我们还有做直播 对 但是上面就是声音不见的时候 就剩下童文姐一个人嘴巴一直动 一直动都没有声音 对 很奇妙 所以大家如果回去看就可以看到这一段发生什么事情 但因为我们也是希望说就算现在疫情很严峻 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把一些原本我们该有的步调还是希望尽量能持续的走 像同一会可能还是有影像 那我们也尽量给大家影像这样子 虽然可能没有像以前的影像或声音那么好 但希望可以不要造成大家太多的困扰 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在这一块的 这个礼拜以来我真的觉得很感谢就是现代科技的进步 真的 因为科技让我们可以做到好多好多事情 我们可以在家办公 对啊 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怎么可能在家还可以做现场节目 可是我想问 你在家办公你有遇到什么你觉得很麻烦的事情吗 很麻烦的事情 我觉得还好 就是会觉得好想进公司 或者是 应该是说我真的也蛮抽钱部署的 就是我前两周 几乎每天我都把我的通告的东西啊 会看到用到的书啊 跟我们现在的那个远端作业的那些系统都先处理好了 哦 所以现在就是我不能去电台 大概只有现场的工作我没有办法做到 对对对 对那就是要去交接 而且有一天很好笑 就是有一天下午 我跟童文姐跟我们那个银控 工程大哥燕安哥 我们三个人在试就是新的那个Google Meet Google Meet 然后我们试试试试试试 然后后来童文姐就说好 那明天 诶我们这三个人好像都不会去 诶 诶明天 诶 你们试完然后你们都不会来 我们在试什么 你们试了然后你们都不会来 对因为就是要主要试童文姐在家怎么用嘛 然后突然发现诶 诶我跟大哥好像都不会去 对 就很好笑 但是真的是也做到了很多事情 觉得非常的奇妙 我觉得今天跟王子连 那个礼拜五跟王子连线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王子跟童文姐都是在家里 然后都是开市去 然后我们都是用电话连线这样子 所以等于是 嗯 画面 我觉得画面感看起来蛮有趣的 真的蛮厉害的 蛮丰富的 对对对对 而且那个Google Meet 又可以做背景的特效 对 所以就是如果有兴趣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 对啊 那你这个礼拜在家 还有做什么 追剧吗 诶我好像反而没追什么剧 因为以往追剧的时间都是 比如说 中午吃饭 对吃饭时间 我想要放空 但是因为现在整天工作 都在电脑前面 哦 那吃东西什么 我都不会想要再一直 就想远离这个地方这样子 对啊 想要换个环境 哦 也是 我想到一个我最大的困扰 哦 就是因为这礼拜都没有出门 所以我的宝可梦的那个蛋 都没有办法敷 哦 但这真的没办法 对 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敷 蛋或干嘛的 以前都是通勤啊 干嘛走很多路 然后因为它不是每个周 周末过去都会跟你说 你上礼拜走了多远啊 给你奖励 对 然后我发现 怎么办全部是零 完全都没有 完全是零 对啊 蛋都孵不出来 但也没办法啦 毕竟这个时候 你也没有办法太出门去走走 尽量待在家也是好事啦 好吧 我们现在听 就是跟以往不一样 对啊 现在听这一首就是 新婚人夫 新野园 新野园 我们等一下再聊新野园 因为我们上礼拜没聊到 因为我们上礼拜录音的时候 新野园还没结婚 可恶 可恶 真的可恶 希望が増えた 超级边的 他在这一时间的 幼阶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自于新野园的布斯亦 那个抢走大家老婆的男人 瞬间抢走几百万人的女神的 什么看好了我只示范一次 一瞬间抢走几百万人的女神 唯一不在说干话的人 唯一不说干话的人 新野园 你当下听到新野园跟新野园结婚 你的脑中浮现的是什么 不是因为那个下午就是我们在办公室 然后就听着那个玛丽玛克节目 有人在讲这件事情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很认真在工作 我就只是当背景 想说应该就是那种网路上谣言吧 然后又乱传乱传 因为其实之前在那个特别篇出来之前 其实大家就有传说 什么新野园搬到跟新野园结婚一同一栋 什么的 同居啊 消亡啊 对然后有出来证据说 没有啦没有这一回事什么的 我想说他只是旧事重谈而已 对我想说他又来就在那边乱讲 很爱传假消息 就突然不知道哪个人说他们结婚了 是真的 好突然哦 真的吗 然后我另外好像是静儿 那个外边吧 外边就说 刚刚他们都已经讲了半个多小时了 你们还不知道电视吗 因为我通常办公 我都是带着自己的耳机在办公 所以其实我没有太去听 广播在讲什么这样子 然后我跟温侯刚好同一个时间听到这一段 然后就刚好 他们刚刚已经讲了半个小时 新野园跟新野园结婚这件事情啦 说真的假的 我才真的大震惊 真的假的 什么可能 对 然后我也是去 就马上去找新闻 然后看了一下 真的他们结婚了 他真的发了声明 然后网络上就一片哀嚎 你知道吗 我觉得哀了两天吧 那天下午没有人在管疫情了 完全没有 我看不到任何有关疫情的新闻 就是 比疫情然后灾难 这是大灾难 大家就说什么 现在都已经缺水 然后停电疫情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的 然后就有人贴说就是新月结婚跟新月结婚 这样子 没错 很大冲击 对 然后还有人说就是原来月薪交期是纪录片 对 可恶 而且人家说婚纱照就不用拍了 就拿那个照片就好了 剧照都拍好了 哇 真的 连那个小孩出生都已经帮他们实习演练好了 都已经想好取什么名字了 亚江 对 就叫亚江吧 新野亚江 如果真的可以叫新野亚江的话 那真的很赞 就很有意义的感觉 虽然还是觉得不爽 对啦 但他们说他们是在拍完了那个月薪交期特别片之后 才开始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但现在还是没有同居 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 现在还没有同居 他们说没有同居啊 他们说的啦 也是因为疫情吗 假的吧 对啦 突然浮现那个剧情 可能是疫情啦 对可能是疫情 也可能是说说而已 然后请大家不要担心是什么意义 对 请大家不要担心什么 什么 讲出来也会吓到 然后两边的事务所都有说 两边都还是会持续进行演绎活动 所以请大家不用太担心 继续知情 对 他们不会消失 不会一退 真的 那我有看到那个新演员 就是有人发相关的文章 然后在写说新演员一开始认识 新演员结衣的时候 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是什么印象 就是他觉得 就是以新演员结衣的演艺资历来说 其实在这边已经算 演艺圈已经算很资深的前辈了 对 可是他还是很细密的 在观察每个人的需要 因为像那个新演员在 那个月薪交期里面不是戴眼镜吗 对 然后他的那个眼镜的道具 他发现好像有指纹 可是又不好意思用那个戏符来擦 他正抬头想要跟工作人员拿纸的时候 新演员结衣已经去跟道具组的人说了 哇塞 超前部组 他会发现怎么 对 怎么有一个感觉已经要很大牌了啊 的演员 这么样的观察入围 这么细心贴心 然后还有讲到他们要拍那个片尾曲 那个练的舞啊 对 因为其实对演员来说 跳这个舞应该算是蛮难的事情 对对对 新演员结衣好像从来都没有说啊他回家练了啊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当天要拍的时候嗯 马上就一次OK 就是很知神演员 都准备好了 对准备好了 哇很敬业 而且没有那种大姐 很敬业 就是大头正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应该那个新演员就是深深被他电到了 真的耶 哇 好棒哦 这种时候就会想 这种时候就会想再回去看一次月行交期 对 真的 对 想看 想再看一次 感觉越看越生气 结果是这种假戏成真的感觉 就真的结婚了 好虐哦 而且还不是男女朋友哦 是结婚哦 你不觉得 他是直接从结婚给你下来 不是说他们正在交往 而是直接说结婚 很超进度 这个是完全是已经全力打的感觉了 就突然觉得好像之前在那边传交往啊什么 他们都很保护 很保抵 对 然后直接来给你一个绝杀 真的真的 好了 在这边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待会进个广告之后呢 继续回来 飞碟 有完没完 好难对哦 电话很难对到耶 我是胖小子 我是沃侯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见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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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有故意顿点一下 对不对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一起把这个讲好呢 等到疫情结束那一天吧 等到我们可以一起上班的时候 现在听一下这一首来自于 Catty Perry为25周年宝可梦的唱的歌曲 Electric Catty Perry I know you're gonna make it out They'll try to bring you down But you've got the power now I know you feel it If you believe it then you can There's no reason that this life can be Electric Oh I can see it See it If you believe it then you can There's no reason that this life can't be Electric Oh They'll try to bring you down Oh You're electric right now Electric Oh But you've got the power now Oh You've got the power now Oh N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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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泡一杯那个发泡丁 让大家就是让自己喝一杯 然后醒脑这样 不是喝一杯酒 喝一杯发泡丁 喝一杯酒醒脑好像也没有不行 一大早就酗酒 在家好像没有什么不行 对 然后可以开个冷气这样 然后圆堂那边 那你会穿睡衣还是 而且我前面几天 我还是穿睡衣 没有什么公文 就都穿睡衣 然后我前面几天 真的就很战战兢兢吧 因为可能第一次这样子远端工作 就是状态一直很keep住 就是到大概第三 你班三或你班四 我就开始有一点累 因为整天都坐在那边 你有什么走动啊 都觉得你的身体好沉重 而且你又不能带着电脑去外面 或是去哪里工作 因为你就只能带在家 也没有运动 对也不能运动 我有把我久违的NTC下载 回来动了一下下 NTC是什么啊 就是Nike Training Club 它是一个APP 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的课程菜单 你可以针对 比如说你今天想要练腹肌 或是你今天想要练下肢啊 上肢 你都可以去选 它都已经帮你配好了 你就照它的动作 跟时间去做就好了 这样子其实还蛮不错 就是你在家也可以运动 对 这样子 那你三餐呢 就是当你整天做完 就会觉得好累哦 连它打开它都不想 就因为都一直待在 一直闷着 对 到后期就觉得好累 好像也是 三餐 对三餐 因为我冰箱都有买牛奶回来 所以我早餐都是牛奶加卖片 就很简单啊 因为早上也要一直 在守在电脑前 对 然后就真的会像大家讲的 觉得 怎么忙一忙了 又要去煮饭了 就跟童文姐一样嘛 童文姐 对 但还好 还好我没有要煮什么 一家子啊 小孩的食物 就还好 你不煮自己吃这样子 对对对 还是觉得很累 因为很热你知道吗 在家里 要省钱啊 不能一直整天开着冷气 对 所以你都煮些什么啊 想知道 窝窝的居家生活 大公开 对 我吃了第二天的咖喱了 所以你煮了一锅咖喱 然后等于是两天 分两天吃这样子 咖喱真的是蛮方便的 而且咖喱可以拿来煮面 而且放到隔天 对放到隔天就变得更好吃 对对对 这是真的 而且我那天就是 我之前也在家里 是煮一锅咖喱 然后隔天我就煮了乌龙面 然后放进咖喱里里面 就变成咖喱乌龙面 然后你可以再打一颗蛋下去 好棒哦 完美 大家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现在被闷在家出不去的话 可以试着煮一锅咖喱看看 其实可以喂饱很多人 应该就是一样食材 你可以做出很多种变化 对耶 像咖喱的食材 我觉得在这个时期 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 都变成小厨神了 对 像咖喱的食材啊 因为很多都是红萝卜 马铃薯 洋葱跟肉嘛 其实同样这些东西呢 你把它换个调味 它就可以变成马铃薯炖肉了 对 真的耶 对 你把它换成酱油 味淋 然后这些东西 其实你全部加下去 它就变成马铃薯炖肉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采买的时候 尽量买一些像根筋类蔬果的 像就是说马铃薯啊 洋葱 地瓜 然后红萝卜 这一类的玉米笋 然后或是木耳 这一类的 其实就很好去变化出你的每一样餐点 这样子 我看你前几天还有po用味噌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没错 对 味噌也很棒 很方便 因为其实我觉得鸡肉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就是 因为像我会去Costco买那种很大量的鸡肉 鸡腿排 那你就回来 然后就把一个一个分开来 那因为我是跟室友住嘛 所以我一次可能就会煮比较多 那假如说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一包拿下来 你可以把三片都腌好 对 三片都腌好之后呢 你可能要煮的时候 然后再把它拿下去煎啊 或什么的 或者是它可以跟着菜一起炒啊 变成一盘炒石书这样子 鸡肉炒石书 对啊 所以其实像有些调味料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像味噌啊 酱油 黑胡椒 然后像那种干燥的意大利香草 香料 意大利香料 或者是像Costco有卖那种 就是香料粉 其实那种都很方便 就是拿来腌肉和煮菜 超市很多啊 对对对 对啊 我觉得像是胡椒 盐巴 就很百搭了 超方便 然后可能再说 你说的那个味噌啊 家里啊 都可以去做变化 真的 而且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就是一个你知道 小套房 小织女 嗯 我就只有一个电锅 嗯 一个电磁炉 还有去年大家送我的气炸锅 气炸锅 我就搞定我的三餐 气炸锅真的很方便吗 超方便的 我一直我一直还没有买气炸锅 嗯 因为我上之前我们同事也有一起团购 或者是我现在我住的社区大楼 也办了一些团购的群组 哦真的哦 然后就可以 你就可以买一片一片的鱼啊 或什么鸡腿排干嘛的 哦就好方便哦 回来气炸一下子就可以吃了 就像你去煎一样 哦 对啊很方便 就是像小自主 就不用顾炉子 对也不会弄得乌烟瘴气的 然后东西很多锅子啊 很多锅碗瓢粉这样子 那你在这段时间你有叫外送吗 没有耶从来没有 你都自己你都自己在家里煮 我都自己煮 对 你好厉害哦 因为我我我我没有装过外送的APP 麦当劳外送也可以啊 我都没有叫过耶 哇塞 应该是说一来我不喜欢那些 你知道 外送的盒子 一次性的餐具对 然后 我也觉得很麻烦 而且我喜欢吃现煮的东西啊 我觉得外送远带送过来 已经冷掉了 不好吃了 哇 我没办法耶 我有时候 自己煮饭煮一煮 中午煮完 晚上就觉得 啊算了 我们去外面买好了 或者是 好 我下礼拜问你吃什么 我要记录下来 我每天吃了什么东西 看你叫几次外送 所以你除了煮咖哩之外 你还有煮些什么东西啊 你也很多东西吧 如果你三餐都在家里吃的话 对 我还有买那种 鱼罐头 哦 茄汁的那种鱼罐头 哦 我知道 那个 那叫什么鱼 然后就可以把它放到汤里面煮面 对对对 对啊 但我们都吃什么鱼 但是又一餐了啊 的确 我忘记那是什么鱼了 哦 好像是青鱼之类的 哦 然后就是 反正是整个红红的嘛 然后就整个倒到罐子里面去 对对对对 然后你再加蔬菜啊 蛋啊 菇类啊 这样子就很简单了 这样就很丰盛了 就是 对啊 就营养都均衡的 又有蛋又有肉 然后又是鱼肉 这样又有蔬菜 哇 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什么我想想 还有 因为之前有跟同事团购的泡菜 对对对 所以我也是吃了几餐的那个泡菜锅 你还没吃完 我吃完了 我终于吃完了 吃完了 泡菜锅耶 泡菜锅很棒耶 对 可是那泡菜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我之前是哪 他把我冰箱用的好臭 哦 因为泡菜味道很重啊 很重 所以我真的是忍不住 赶快把它吃掉 太臭了 把它拿来炒饭 哦 对 就是把它 就是混在饭里面炒一炒这样子 炒饭啊 炒猪肉啊 对对 可是做成泡菜锅很难 因为我那边不能炒啊 嗯 你是不是开着冷气吃过 哦 有 我吃饭的时候 真的会受不了开一下 真的耶 太热了 开一下 然后可能 呃 其实到了晚上 这几天来讲 嗯 天气其实没有变得那么热 我觉得中午热 可是晚上其实不会这么热 晚上 昨晚应该是都下雨的状态 哦 真的吗 应该都还好 哦 对啦 没关系我说连续九天都要待在家里 你加油啊 换你咯 下礼拜麻烦咯 好的 我会记得很早起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大家负责就是 可能在家上班的人的现场节目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是共体时间一起加油啦 不知道大家这几个礼拜都怎么度过的 对啊 如果大家 然后也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很焦虑 哦 真的耶 对 像也有同事 也有同事觉得说在家里 然后看着其他人很忙啊 什么的 他没有办法帮上忙 他觉得很焦虑这样子 哦 对 好像这种心情都难免会出现 但我觉得现在就是保持好心情 然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我觉得就是帮着大家很棒的嘛 就是你在家好好的乖乖的 不要乱跑 我觉得就很棒了 耍废救台湾 真的是耍废救台湾 在家里好好待着 对啊 好了我们再听一首歌 我要跟大家说 我要跟大家说 好你先说你先说 很无聊的事情 好 这是我这两天在网络上不知道什么 找到以前DOS的游戏 然后我在玩 我在玩明星志愿一 你在玩明星志愿一 就是之前 找到那些游戏 之前那个小星星说的那个嘛 对 夜光奶奶说 她一直都在玩明星志愿 我就突然想说 那到底是什么游戏 结果我就掉了 是真的很好玩吗 就是看到她的那些数值提升 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就是开始把一个艺人养起来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期 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 有什么事情可以来做的 很好玩 就是平常没在说 然后你之前听到觉得 还不错的事情 这个时候都可以拿出来去试试看 例如玩明星志愿一 我觉得小星星这段时间 应该也有再把明星志愿拿出来玩吧 有可能 我们再问问看她 对啊 好啦 那今天就先感谢 跟我们连线 对 那下个礼拜呢 如果她愿意的话 就换她跟我连线啦 你要等我电话 好 我要问你吃什么 好 我会等你电话 我会记录下来我吃什么 好 对啊 好了 谢谢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先听一首歌 来自于黄界的 我可以 大家一起说 我可以乖乖待在家里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你转身就会看见你 我可以尽量模仿你习惯的言语 我可以联系怎么样自言自语 我想了很多办法 让自己不那么想念你 我可以假装带着你一起旅行 我可以跟我讨论沿路的风景 我其实早就知道 你一直住在我的身体 我可以不客气 我可以打算你 我来吧 我可以说 我可以卖我 我可以勉弃你 我可以卖我 你考虑我 我可以卖我 凌晨三点 关了灯堂在床上 准备结束这一天 我这边下雨了 你哪边呢 我常常跟人讨论 什么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事情 如果真的有这种事情 就是那天我遇见你 我可以尽量模仿你习惯的言语 我可以联系怎么样自言自语 我想了很多办法 让自己不那么想念你 我可以假装带着你一起旅行 我可以跟我讨论沿路的风景 我其实早就知道 你一直住在我的身体 我可以尽量模仿你习惯的言语 我可以联系怎么样自言自语 我想了很多办法 让自己不那么想念你 我可以假装带着你一起旅行 我可以跟我好远的风景 我其实早就知道 你一直住在我的身体 我可以尽量模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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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Thank you 属于年 jsem 我特别人 Sage Chipka��的栩培 另软命 我是胖小子 从现在开始到后面的一个小时 就会有我胖小子来带给大家 就是可能我想播一些我想介绍的音乐 顺便也抚慰大家可能这个礼拜 就是可能都们在家 或者是还在分流上班的各位 一点可能让大家放松一下 希望听完之后可以吃个好吃的晚餐 然后洗个舒服的澡 然后就早早休息 然后继续迎接下一个美好的礼拜吧 来自于李星杰的裙摆摇摇 裙摆摇摇摇摇摇 女生的笑 原来你怪我不会撒娇 裙摆摇摇摇 我突然开窍 我爱你从来不懂花桥 你是否还记得你说过 爱我的哭 喜欢我苦恼 你喜欢看我穿牛仔裤 有一点帅 有一点的笑 我爱你从来不懂花桥 我爱你从来不懂花桥 裙摆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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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时候给身边的人 给我们的医护朋友们 一个大大的爱的鼓励吧 叫人下气就叫周公 其实我过完还不错 再可学习数码到成功 是谁给了我一双翅膀 觉得我在不战场的挑战 让我逃避着紧箍的窗 跟着阳光翻过灰色围墙 你是否不停的满满 遗忘了梦想的模样 最初的希望也最容易生被遗忘 飞得越高 越得越想 越明白 越想要出生 一辈子笑话或生话 给点掌声吧 到底是在追还是在逃 总之找关小子比比较 其实我非常紧张 需要来点掌声加尖叫 昨天我是否也荒唐度过 明天的失明天再说 1 2 3 F U N 4 今天把你双手借给我 是谁给了我一双翅膀 却留我在不战场的考场 让我逃避着紧箍的窗 跟着阳光翻过灰色围墙 你是否不停的满满 遗忘了梦想的模样 成熟的希望也最容易生被遗忘 飞得越高 越得越闪 越明白 越想要出生 一辈子笑话或生话 我绝不投降 是否不停的满满 遗忘了梦想的模样 最初的希望也最容易生被遗忘 飞得越高 越得越闪 越明白 越想要出生 一辈子笑话或生话 我绝不投降 你是否也跟我一样 相信了梦想的模样 最初的希望也最真正的最疯狂 飞得越高 飞得越闪 飞得越高 飞得越闪 越明白 越想要出生 一辈子笑话或生话 我绝不投降 一辈子笑话或生话 给一点掌声吧 给一点掌声吧 来自于放肆的爱的鼓励 给身边的人 给这些医护朋友们 给政府机关的朋友们 给一起在为努力防疫的朋友们 一个大大的爱的鼓励 下首歌一样再给你一个爱的鼓励 来自于1976的爱的鼓励 最后也要给自己一个大大的鼓励 鼓励自己 待在家没有出去乱跑 鼓励自己 有乖乖戴口罩 鼓励自己每天都有用酒精插手 自己其实也很伟大啦 但就是要从自己做起 大家加油 那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 要休息一下 下一个小时别忘了继续 回来我们的飞碟有完没完 我是胖小枝 拍的女孩 快点站到中间来 站到我的身边来 我要给你爱的鼓励 再唱首要混歌曲 从此我们就不会再哭泣 不ку歇到没有 你~! ạnhө tud 你 不跑平常 全都在这里 这里 什么都不确 yss? 都有不� Celebrity 时änderved 没有 现在 笑容 现在的你 现在一切 我要用力抱紧 在这全新的开始 愈有着也显得自然 来来来来来来 拍着女孩 快点站到中间来 站到我的身边来 我要给你一个爱的鼓励 再唱首要滚歌曲 从此我们就不会再空间 太厉害了 快点站到中间来 站到我的身边来 我要给你一个爱的鼓励 再唱首要滚歌曲 从此我们都不会再哭黑 太多女孩 快点站到中间 欢迎回来第二个小时的飞碟 有完没完 我是胖小子 没错 那因为刚刚在上一段的时候 也有跟窝火在家里连线 那因为我们飞碟也是分流上班了 所以这个礼拜呢 就只有胖小子在电台里面 所以呢 就独挑大梁啦 首先带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的超能力 不可能 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 你的话 有多漂亮 你是否有超能力 说我猜的全部都不留 很近 不可思议 燃了你的超能力 瞬间你能够崩塌 我所有回忆 我才愿意 哦 我好想代替月亮 照片你 我照片你 哦 你的伪装实在无人得及 天下无敌 关闭嘴巴 就让家里真是真一家 你的笑话 我无法笑话 怕得不 给你爆炸 你找到我心碎成的烟花 Oh my god 让我哭中错了吧 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 不可能 不可能 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 你的话 有多漂亮 你是否有超能力 说我猜的全部都不留 很近 不可思议 燃了你的超能力 甚至能够崩塌我所有回忆 我讨厌你 我讨厌你 哦 我好想代替月亮 少别你 我讨厌你 哦 你的伪装实在无人得及 天下无敌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 我觉得这首歌啊 就是一个非常洗脑的歌曲 尤其是它中间副歌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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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的那一段 我在前几天在听的时候啊 就是一整天一直在重复repeat这首歌 结果到最后 我晚上就睡不着了 因为我的满脑都是邓子琪的这首歌 来自于邓子琪的 超能力 那我觉得在这一个 算是这一个小时里面啦 就是会带给大家一些 就是本周呢 胖小子到底在听一些什么歌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打开大家的耳朵 听听一些可能 不一样的歌曲 或者是电台比较不太会播的歌曲 那分享给大家啾 这首来自于大和美机丸的回家歌 这些时期啦 就是第三集警戒的时候 也要呼吁大家就是不要乱跑 那如果你真的出去了之后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脱下你的外衣 然后马上洗手洗脸 把身体变得干干净净之后 再进到家门 我觉得才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跟手段 不仅保护自己 也保护你的家人咯 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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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比较好 比较好 i wanna be the aim for your 帰り道は 街の中で君を探してる色彩りの恋の話 いつもより遠回りで帰ろう マナーモード 解除したら流行りの歌 口ずさみながら アスカーファイブ マス団体 孤動から抜ける王様だい こっそり彼女のマスカイサツ 何故か照れ臭い 気こちない挨拶 待たせすぎて怒る彼女に 必死の弁解と一届き 幸せのタイミングだらき この時のままに I wanna be the aim for you いつも隣 君の声と君の手のひらり 繰り返してく 日々に愛を 抱きながら進んでく I wanna be the aim for you 帰る道は 街の中に君を探してる いろとりとりの恋の話 いつもよ いつも隣は 見て帰る 回家歌 大和美機丸 ミヒマルGT 大和美機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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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サニー日 大和美機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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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後iring もちそう中隣 日々も 自家の治癖 伸出并来的 来听一下这首 李文 Coco 好心情 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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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爱情会让人脆弱无力 很勇却可以让人恢复怨气 不用怀疑 你就是有这种魔力 我知道 是上天安排我们在 只是个相遇在一起 我们都被祝福 常常有好心情 遇见你就有好心情 不用暖身就会开心 因为眼睛耳朵都有了默契 你知道我有多么了解你 有你就有好心情 像下铁齿着冰淇淋 因为想把感受都有了感应 每个眼神都变成了动力 我知道 我知道是上天安排我们在 这首颗相遇在一起 我们都被祝福 我们都被祝福 常常有好心情 第一个眼神都被祝福 你见你就有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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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下铁齿着冰淇淋 一见你就有好心情 的Coco李文 其实在防疫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跟家人或朋友们分隔两地 那我觉得这种 越是这种时候 越要持续保持跟大家的联系 可能有时候讲讲电话 然后视讯 看看对方过得好不好 过得怎么样 然后约一下防疫之后 可以大家一起出来吃个饭 什么的 我觉得就算防疫 防疫啦 不是防疫 防疫的时候大家保持安全距离 但人与人的距离 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损 这样讲也很奇怪 人跟人之间感情联系的距离啦 就是还是要保存着 还是要持续一直 在一起好下去喔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 东京事变的透明人间 想起东京事变 我就想到在去年吧 去年2月的时候 因为东京事变 复出 它重新再出了 他们重新复团再出来了 那个时候在东京 有办了一连串的巡回 我那个时候有去抽票 我非常想要去 但那个时候大家就说 有疫情啦 就很危险啊 什么的 但我那个时候 就是会觉得 啊 没关系啊 就去啊 什么的 但我觉得我的想法 真的是错的 因为他们在办了第一场 第一场在东京巨蛋的演出之后呢 就被抨击了 然后所以后续的活动 也都先暂缓了 那不知道下一次 他们有没有机会 来到台湾 如果有机会的话 那真的一定要去爆了 来自于 东京事变的透明人间 MING PIN 乱姿 Tak一会 yim orig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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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僕は透明人間さ もっと透明人間さ もっと透明人間さ 本当はそう願ってるだけ 本当はそう願ってるだけ 何かも悪いというのは とっても難しい 僕には簡単じゃないことだよ 一つ一つこの手で 触れて確かめたいんだ 鮮やかな色々 あなたが思ったり泣いたり 恋すら失った時 気づきとる気持ちを 分けてあげたいのさ 毎日止まる 空の短い季節 手を叩いて超えたら もうじきに新しくなるよ あ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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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しくなったり 病んだり 咲いたり 枯れたりしたら 凍りそうになったんだ 凍りそうになったんだ 今夜は降れる 空の尊い模様 真っ直ぐに 追いける 明日も幸せに思えるさ またあなたに会えるのも 楽しみに待ってさよなら 透明人間 透明人間 来自於東京事變的歌曲 大家這週過得好嗎 你是在家上班呢 還是分流在外面上班呢 不管怎麼樣 但我覺得大家都要過得好好的 都還是要一樣的生活 一樣的吃飯 一樣的保持好心情喔 那接下來呢 這個小時啊 都是胖小子的音樂連發 接下來這首呢 是來自於一個 非常年輕的日本女歌手 她叫Ado 她其實才18、19歲而已 那她在很有趣的 她接受訪問的時候啊 很多人問她說 那是哪裡錄音的 她說她在自己家的衣櫃裡面 弄了一個小型的錄音室 然後就在裡面錄音 然後上傳到平台 然後結果就大受歡迎 大家覺得她的聲音是非常的 我覺得有power 有那個厚實的力量 來聽一下來自於Ado的歌曲 這首歌 Odo 好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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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踊りだって 踊りだって 孤独は先は良い俺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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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みをね 押しをね 心でバイバイ Let go ととト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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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ve ное to嘉田東で即興の etchior ora and 折腿に蹴がつっこんでしまっちゃうでしょう ah yeah opet our retention 眩いちゃっての騒動 Save to break the roll 肚鳥 ú 別に興味ない 直に関係ない 塞げ込んで絶望 Equity 情依 合図を奏でて ブ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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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エ ほら集まって 野党だ 永遠 泣いていこう ベニッツ 踊りだって 孤独が咲き舞よね 驚きの腕 来自于阿豆的歌曲 Odo 听完这首歌呢 我们要休息一下 待会别忘了继续收听 飞碟有玩没玩 我是胖小资 我们待会见 欢迎在广告之后 回来飞碟 有玩没玩 我是胖小资 这个小时呢 由胖小资独挑大梁 带给大家好音乐 听到这首歌 来自于女孩与机器人 两寸半舞曲 从不肯满下来 消失在城市的静迈 开车 开车 不停不下来 渴望得到一个依赖 Baby I don't know why Please give me a sign 给我只能想象的意外 灰色的期待 Oh just let it rain Baby I don't know why Please give me a sign 我又只能想象的未来 多想陪伴 做你的Starlight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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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着闹人的天气 过着闹人的陷阱 我都抓不定的相遇 我都抓不定的相遇 看不到哪一个遗憾 Babe I don't know why Please give me a sign 给我只能想象的意外 灰色的期待 Oh just let it rain Baby I don't know why Please give me a sign 我又只能想象的未来 做沙漏黑白 做你的star light 两寸半无缺 来自于女孩与机器人 The Ghost and the Robot 大家晚上吃饱了吗 现在也大概七点半左右的时间吧 晚上吃什么呢 最近冰箱应该囤了很多货吧 像我的冷冻裤就放了几个冰淇淋 最近最深得我心的冰淇淋 就是在全家才有卖的仙玉仙的冰棒 我觉得超好吃的 下一首歌 海豚行警的安平之光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给整个每一天 令人的台北 无言脏气的 想见到的人都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 我在这里 再没有你的层次 听你的声音 你的味道在我脑袋 要恍惚心 世界不在意 比较急的方式 运作风吹着 就能想象一起 沿着海暗闲 你的气息 自由的散去 期待安定的郊区 没有时间和意义 一直走 一直走 直到星星追 落下着声 也放松 我们活在过去未来 引起送过来的同一个奶袋 不必花朵 遇到一起感受 团队欲绑脱的海边 来不及就说是再见 此刻的灵魂身上在 也看不清这些 卑鄙的受惯 已经在 也不用去面对 请我们知道 主来的 那混乱空间 建设已尽 期待安定的小区 没有时间和意义 一直走 一直走 直到星星追 落下着声 也放松 我们活在 过去未来 一直走 过来的同一个脑袋 哦 没有叫早 唱着各个黄金 还安边 会让小天消失的 不知不觉 先再 就从头忘记 那些混混合合的过去 世界不必再转动 你就是我的首尘 希望你把脚 被所有时间换走 不必发动 你的灵性感受 穿着云衣 贫沱的海边 安平之光 来自于海豚刑警 讲到安平啊 就想到 其实前一阵子 在疫情比较趋缓的时候啊 开始有很多的国内旅游 因为不能往外跑嘛 那我觉得 这个时候啊 可以想想看 如果解禁了啊 你第一个会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 不管国外还是国内 你最想要去的地方是哪里 设定一个目标 让你一个可以 像是存钱啊 或规划啊 虽然会越规划越想去 不过我觉得就是一个 面对未来的动力吧 我呢 最想去的 不用说啊 就是日本啦 听这首歌来自于 Unison Square Garden Unison Square Garden的歌曲 接下来听完这首歌 来自于Aqua Time的 真夜中的交响乐团 听完这首歌之后呢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再待会呢 回到我们最后一段 别忘了继续收听 飞碟有完没完 我是胖小子 我觉得还是要介绍一下啦 Aqua Times 其实他每次在前一阵子 大概两三年前吧 也修团了 每次看到喜欢的乐团修团 就觉得是不是被我喜欢的乐团 都会修团 我觉得好可怕哦 但我觉得还好 那个时候我有买大精选机 然后我就在 上个礼拜吧 上礼拜六日待在家 因为明天也不能到处跑啊 待在家 我就听了 我就把我的专辑 想天的专辑 一张一张拿出来 然后用我的City Player 然后接蓝牙音箱 然后就这样听了 一整个下午 可能边整理房间啊 边干嘛的 然后就慢慢的听完了 一整张专辑 这样感觉也是蛮不错的 然后 啊我刚刚忘记讲 刚刚说就是冰箱里面 会有冰嘛 另外就是会买几罐啤酒 放在冰箱里面 可能边整理啊 然后边听音乐的时候 就搭配一罐啤啤酒 哇超赞的 那我们待在听完这首歌 我们就休息一下 待会还要继续回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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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節のない街にしゃがみ込む男の子 頭を撫でてくれる人が いなかっただけ それだけなのに 星と見つめ合う寒がりな子供たち 真夜中の歌が叫んだ 僕本当は一人がくらいだ 大嫌いだ 一人ぼっちで生きてゆけてしまうなんてこと 幸せなんて小さなスズンで 救えるくらいで十分なんだ 分け合える人がいるかいないかだけ 真夜中の歌は叫ぶよ 僕本当は僕本当は寂しかった 太陽の眩しさにかき消されても さあ旗を振ろうか肩を雲か ただ歌おうかどれでもいいよ 分け合える君がいるかいないかだけだよ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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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平成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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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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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